最近藍營 确实是有一股很大的一个焦虑感 你知道我觉得他们自己 还会自我解嘲说 如果这次侯友宜 如果这次再输掉的话 以后国民党提名 绝对有新三部 你知道这新三部超好笑 哪三部 绝对不提名双子座 绝对不提名名字有动物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从朱立伦 韩国瑜 到这个侯友宜 这样全部都双子座 有猪 鱼跟猴 对 然后再来 而且怎么那么巧 刚好朱立伦跟侯友宜又同一天生 韩国瑜也是双子座 那这秀燕你会被害到 已经连三届 连三届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都是双子座 而且都是名字里有动物的 对 你刚刚讲的没错 就是朱立伦 猪 那韩国瑜 鱼 然后再叫侯友宜 狗 对 你下次会不会 看到卢秀燕 对 你只要有动物 名字有动物的双子座 通通都不行 然后第三个就全部都是代职市长 都落跑 所以等于说他们国民党内 就说已经有新三部了 这次侯友宜如果再惨的话 以后总统提名 绝不再提 我觉得我们双子座也很衰 也没这三个人带衰到 对 然后名字有动物的也很衰 所以我觉得说国民党已经自我解嘲 在这个地步了 但开玩笑归开玩笑 但是孟姬我跟你讲 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你知道 昨天一个新的消息 国民党这次的全代会 不是要来正式征召侯友宜吗 他们以前的全代会都是一天 这一次723的全代会 非常特别 只有半天 只有半天的议程 为什么要缩短时程呢 非常奇怪 对不对 那我就去问 那你们半天是缩短什么样的议程呢 就是把那个发言的 把那个不是有临时提案 有发言的 全部拿掉了 所以变成早上的 就让你这个提名完造势 大家 哦 加油加油 然后全部都赶快回家了这样 他就是卡掉你 让你这个常委啊 中常委 或是说你这个 全国党代表有发言的机会 他怕你在外面乱 只要外面有一个人拿一个连署书 就说我要罢名 就是我不要提名侯友宜了这样 那你在外面乱 然后你党中央 你到时候全代会 你下面有人在开始发言的时候 你那天全代会 你整个新闻都歪掉了 全部都是说国民党啊 在外面有人抗议啊 就不要提名侯友宜啊 要提名别人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看国民党的氛围 已经把他们非常这次重要 723的全代会 搞到只剩半天而已 这是真的很 我不敢说史无前 你这是非常非常少见 尤其这次全代会是这么的重要 你的重要性就是你要提名侯友宜 全党上下要一致的来团结 就你为了担心有杂音 你把它搞到只剩半天 所以我会觉得说国民党的征兆 非常的多啦 你最近你跟这些蓝银的 这个只要跟他们聊天啊 有餐具 你都知道他们非常非常的焦虑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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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